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字 金字的上面像是屋顶 下面横着一根金条 这里你还记得吗 这里是一个土字 左右两边有两个金元宝 在屋子里的土中挖出了金字 就是金这个字哦 小朋友 我在画画呢 你看 我用白色画白云 蓝色画蓝天 这是金色 金色和黄色不一样哦 你知道怎么区分它们吗 这种颜色是黄色 这种颜色是金色 金色会有一些亮闪闪的光 就像金子在阳光下的颜色 你看 我画的是金色的阳光 洒在金色的麦田上 我很喜欢哦 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 阳光暖暖的洒在身上 真舒服 阳光可以指太阳发出的光 阳光虽然暖暖的 但是我们一定不可以用眼睛直接看向太阳哦 那样对我们的眼睛非常非常不好 如果在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 我们还要记得防晒哦 我们可以打伞防晒 也可以带帽子防晒 还可以穿衣服防晒哦 小朋友 今天我们学习了金字 金字可以组成词语 金色 我们还学习了词语 阳光 金色的阳光撒在身上 真美啊 好了 我要继续晒太阳咯